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任內首訪中共國 阻止北京派志願軍援俄 蘇利文進行戰略溝通 韓國情報顯示 北朝鮮至少輸出1.3萬貨櫃軍武援俄 換取衛星導彈技術 震撼 朝鮮強烈抗議 中共電臺干擾 關係急轉直下 又不告知西方再度大攻額 烏烏 心無人機導彈可攻額230軍事目標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8月27日星期二 我們每天在主頻道和副頻道各發表3-4個視頻 在視頻的結尾會介紹今天副頻道的最新內容 歡迎您點贊 轉發 留言和傳播 讓您的親朋好友都能通過真實資訊超越同溫層 做出明智決策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任內首訪中共國 阻止北京派志願軍員俄 蘇利文進行戰略溝通 受中共國外交部長王毅邀請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今天下午抵達北京 展開為期三天的訪華之旅 蘇利文此行將與中共舉行新一輪中美戰略溝通 根據陸媒《新京報》今天的報導 蘇利文此次訪華之旅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時隔8年再次訪華 任內首次訪問中共國 一名美國高級官員透露 蘇利文此行將與中共探討各種問題 包括美中雙邊軍事會談 中共對俄羅斯國防工業的支持 南海北朝鮮中東等地的緊張局勢 中共及臺灣相關問題等 美國與中共進行戰略溝通 是2022年11月美中元首在巴黎島峰會達成的重要共識 自2023年5月後 王毅與蘇利文分別在維也納 馬爾他 曼谷進行過三輪戰略溝通 有網友丹尼爾芳在X上分析說 美國會派遣蘇利文 集赴北京會見王毅 顯示 美國正密切注意中共是否派出原俄志願軍的動向 蘇利文到北京主要是要阻止中共對派遣志願軍赴俄參戰 以免戰局擴大 而北京所關切的第一重點則是臺灣問題 希望美國不要助長台獨勢力 其次則是美國對中共加徵關稅的問題 韓國情報顯示 北朝鮮至少輸出1.3萬貨櫃均5元額 換取衛星導彈技術 韓國媒體韓聯社27日報導 韓國國會國防委員會獲取的國防部情報顯示 自2022年年中至今 北朝鮮向俄羅斯運送了超過1.3萬個裝作武器的貨櫃 換取了衛星 導彈和無人機等技術突破 韓國國防部情報本部透露 軍方自2022年起開始追蹤北朝鮮在俄烏戰爭爆發後 向俄方提供軍火的情況 長期追蹤發現 北朝鮮通過羅金港向俄羅斯輸送了大量武器 韓國軍方推測 北朝鮮可能向俄羅斯提供了122毫米火箭彈 T系列坦克炮彈 攜帶式地對空導彈 反戰車導彈等武器 韓國觀察道 北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在2023年9月訪問俄羅斯期間 參觀了東方航天發射場 訪國後立即展開偵察衛星和新型導彈的發射活動 推測這是俄羅斯提供技術支援以換取北朝鮮軍火援助的結果 震撼 朝鮮強烈抗議 中共電臺干擾 關係急轉直下 據日本共同社8月25日報導 中共計畫在於朝鮮接壤地區設立無線電臺 用於廣播等用途 但朝鮮對此表示強烈反對 認為這將嚴重干擾本國的頻率 分析指出 中朝關係當前的緊張局勢正在加劇 朝鮮在7月24日發給國際電信聯盟ITU的郵件中明確表示 中共計畫在包括丹東在內的17個基站 可能會造成嚴重干擾 並對中共在邊境附近設立通信設施的計畫提出反對意見 共同社報導稱 中共未曾事先要求就此進行協調 違反了ITU方針和1981年簽署的雙邊協定 雖然未具體提及協定內容 但朝鮮如此公開表達對中共的不滿非常罕見 慶應藝術大學教授基奇敦仁指出 朝鮮官方媒體的報導模式顯示了關係惡化的跡象 如《勞動新聞》幾個月來 未提及習近平或朝中建交75週年 表明兩國關係不正常 此外 自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與俄羅斯總統普京6月簽訂《戰略夥伴關係條約》以來 朝中關係緊張的說法愈發引起關注 與此同時 朝鮮與中共的貿易額已連續3個月下降 據中共海關總署的數據 7月 兩國貿易額為1.4475億美元 比6月減少了18.8% 另據報導 中共堅持讓簽證到期的朝鮮勞工全部回國 而不分批次進行 此舉進一步加劇了雙方的緊張關係 甚至在大連市為紀念習近平與金正恩會晤而設立的同腳印也已被拆除 進一步顯示兩國關係的微妙變化 又不告知西方再度大攻額 烏星無人機導彈可攻額230軍事目標 烏克蘭近日公布了一款名為帕利亞尼查的新型遠程火箭無人機 攻擊範圍可達700公里 能夠深入打擊俄羅斯境內的目標 且無需西方盟友的許可 烏克蘭的技術部長米哈伊羅·菲多羅夫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指出 俄羅斯沒有足夠的防空系統來保護其廣闊的領土 這款無人機為烏克蘭開啟了深入俄羅斯作戰的可能性 由於西方國家對烏克蘭提供的遠程武器 設置了使用限制 禁止其用於攻擊俄羅斯境內的特定目標 烏克蘭自主開發了帕利亞尼查無人機 以規避這些限制 該無人機的射程範圍內包含超過20座俄羅斯機場 烏克蘭計畫通過這些無人機 對俄羅斯的關鍵軍事目標進行深入打擊 烏克蘭總統澤林斯基在8月24日公開證實了帕利亞尼查無人機的存在 烏克蘭國防部長魯斯特姆·乌梅洛夫 隨後在Facebook上表示 烏克蘭將使用自製的武器 回應俄羅斯當天對烏克蘭電力設施的襲擊 他強調 烏克蘭要想獲勝 必須具備遠程攻擊能力 並呼籲西方國家取消對敵方軍事設施打擊的限制 美聯社的報導指出 美國和西方國家擔心戰爭升級 限制烏克蘭使用美制武器攻擊俄羅斯的特定目標 由於這一限制 俄羅斯將許多重要軍事目標部署在後方深處 據統計 俄羅斯境內有至少250個重要軍事目標位於美制ATACMS導彈的射程內 但美方僅允許烏克蘭攻擊其中的20個目標 烏克蘭通過研發並部署帕利亞尼查無人機 有望打擊這230個無法觸及的目標 米哈伊羅-費多羅夫表示 烏克蘭的下一步目標是擴大帕利亞尼查的生產規模 以扭轉俄烏戰場的局勢 然而 出於國家安全考慮 它拒絕透露該無人機的具體生產量 與此同時 烏克蘭也在研發一款自製的遠程導彈 並已完成研發工作 正在尋找合適的私人軍火公司合作 以降低生產成本 專家警告 如果烏克蘭無法對俄羅斯的遠程武器進行反擊 後果將是致命的 菲多羅夫最後指出 擁有更多帕利亞尼查無人機或新型遠程導彈 將使烏克蘭在戰場上更加獨立和自信 並具備在不依賴西方援助武器的情況下進行深入打擊的能力 今天副頻道的最新內容是 北京自掘坟墓 拼多多暴跌 遇28% 為什麼? 零訂單 C919國際行展 慘遭大敗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來觀看 我們每天在主頻道和副頻道各發表3到4個視頻 感謝您的理解和支持 請大家同時訂閱我們的主頻道和副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選擇全部通知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副頻道 您可以在我們主頻道的首頁向下滑動 找到副頻道的圖標並點擊進入 此外 每個視頻描述下也有副頻道的訂閱和贊助鏈接 我們也會把副頻道的視頻內容通知發到主頻道的社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您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 請您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 請您在開啟